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朴实的铁匠 昨天晚上 波莱可西提醒我别忘记去他家的铁工厂 于是今天上午 我和父亲一起来到波莱可西家的铁工厂 刚走到工厂的门口 我们就看见波莱可西正坐在一堆砖头上专心的做功课 看见我们 他急忙请我们进去 屋子里面到处是煤灰 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锤子 钳子 铁棍 各种形状的铁器 屋子的一角有一座小铁炉 一个孩子正在那里拉风箱 波莱可西的父亲站在铁炉跟前 一个年轻的伙计正把一根铁棒放进火里去烧 欢迎欢迎 铁匠一看见我们 赶忙摘下帽子说道 这不就是那个送玩具小火车给我儿子的好孩子吗 你是想看看我是怎么做活的 是吧 你来的正是时候 他笑咪咪的 不再像以前那么阴沉沉的 火鸡把那根已经烧得通红的长铁棒递给了铁匠 铁匠抡起大铁锤 开始用力的锤打起来 他一会儿锤打这边 一会儿锤打那边 锤子落得又快又准 不一会儿的功夫 铁棍被打弯了 再经过细细的敲打磨至一个花瓣形状的铁环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铁匠果然很厉害 那手一针叫人赞叹叫绝 铁匠的儿子破来可惜自豪地望着我们 那样子仿佛在说 您瞧 我的父亲有多能干 孩子 这回你知道我是怎么工作的了吧 铁匠把打磨好的铁环放在一边 又随手拿起另一根铁棒放进炉中去烧 您做得真好 我父亲对铁匠说道 您比以前做得还要好 而且还这么有干劲 是啊 您说得对 铁匠的脸有点红 可是 您知道这是谁的功劳吗 我父亲故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就是那个令人佩服的小家伙 铁匠指着自己的儿子 说道 他学习那么用功 给我争了光 但我却只知道终日喝酒 对待自己的孩子就像对待狗一样 当我看见他获得的那枚奖章的时候 啊 我的宝贝儿子快过来 你是爸爸学习的榜样 布莱可西立刻跑了过来 铁匠一把抱起儿子 摸着他的胳膊说道 快点替这个不近人情的父亲擦把汗吧 布莱可西父亲的脸黑黑的 脏脏的 但布莱可西毫不介意地吻着自己的父亲 搞得自己的脸也黑乎乎的 好啊 布莱可西 你做得很好 我父亲也非常高兴地说 我们向铁匠和他的儿子告辞 布莱可西送我们出了门 分别是 个子矮小的布莱可西送给我一把小钉子 我则邀请布莱可西到我家来看狂欢节的盛况 回家的路上 父亲对我说 你送给布莱可西一辆玩具火车 但即使那火车是用金子做的 里面塞满了珍珠 对于布莱可西来说 与自己的父亲改邪归正相比 也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礼物罢了 如果簽子还是把 relaxing开口